嗨,大家好,我是秀初娘 现在孩子们都放假了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道小零食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吧 碗内加入300克面粉 加入2克盐 加2勺黑芝麻 加1勺白糖 加入15克食用油 打入1枚鸡蛋 加入温水,火成面团 然后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揉光滑以后盖上梯布 醒10分钟 醒发好的面团移植到案板上 按压一下,然后用擀面杖 擀成薄饼 将面擀成一个薄的面皮 然后将面切成宽条 把面皮叠落在一起 再切成长段 取一个面皮对折 切成细条 上部不要切断 抖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抖开以后 把这个角对折一下 然后把上面这个角折过来 下面这个折到下面 这样一个方式 翻花胚就做好了 锅内加油烧至五成热 放入翻花胚 小火慢炸 翻花胚定型以后 翻一下面 使它收热均匀 炸至金黄色后 熬出 好吃嘎嘣却的翻花就炸好了 听一下这声音 特别的酥脆 过年做这道小零食给小朋友吃 肯定受欢迎 我是熊猪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